- 下午4點鐘 歡迎收看股海大人家 我是丁士芬 台北股市今天是呈現一個小跌的格局 在期限貨部分是同步下跌的 來看到在期貨市場部分 最後是下跌了13點 收在8557點 今天的行情比昨天稍微再黏一些些 今天早盤開盤的時候 因為昨天有這個蘋果的消息 所以開盤開得不是太好 就往下開 盤中有稍微拉上紅盤一點點 但是隨後又壓到了平盤的下方 今天來說尾盤的部分 就是滿年的下半場 那到底今天這個當充要怎麼來操作呢 還有接下來的關盤重點要怎麼來掌握 節目上趕快請到專家 要請到是巨洋投顧的分析師汪海華 汪老師好 士芬你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老師簡單來問 今天掌握當充 今天好操作嗎 今天對於一般人來講 就是看你做對了還是做錯了 基本上期貨就這樣子 我跟我們的一個分析師 叫做翁士俊老師 我跟他是坐在同一間辦公室 他今天放空 我今天做多 我們兩個人都賺錢 所以我說你做期貨 你可以做空 你也可以做多 可是你要當一個聰明的多頭 或聰明的空頭 他今天是開盤那邊空 空的兩段都很短 我是在最低點做多 坐上來 爆了一個小時出掉 基本上等於是最低點的附近做多 出在一個今天相對高點 怎麼做到的 我們來分析一下 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的一個訴求 所以說投資朋友 你看到我的節目 我跟你講我們每天的訴求 就是什麼 我希望讓看我節目的人 以及我的所有家族成員 能夠長期穩健的獲利 好 怎麼樣做到 這樣子做 十天裡面有九天勝利 最近兩天震了226點 好 回到我們身上 所以說剛剛四分講 哇 最近的盤很黏 我又想到一個笑話 對不對 就是 尋利寧 我怎麼沒感覺 是不是該吃尋利寧了 怎麼那麼黏的盤 兩天可以賺到226點 所以說你現在如果 投資朋友 如果你沒有辦法做到 或是你的老師沒有辦法做到 我真的建議你 帶槍投靠 好 帶槍投靠 我是建議你 因為我們真的是實戰在操作 這226點 扎扎實實 每一筆單子全部都是穿價成交 我們先來看一下 先來看一下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做多 我們先從一個大盤上面來分析 好 我們來 先稍等一下 我把那個 有一個畫圖的工具打開 我就跟你講 我們用反正法 是不是這邊 有一天的禮拜三結算大跌 我就跟你講這邊是沒有理由的大跌 因為沒有發生國際上任何重要的大事 一般人覺得M投了 一般的老師恐嚇你跟你講M投了 我就跟你講你用歷史的數據來看 外資沒有大賣 美股沒有中錯 台股不可能獨二其身 獨獨的惡劣 然後呢 出現一個M投一直往下跌 歷史上從台股 開始 好 開始到現在 沒有發生過這種情況 所以我跟你講 不可能是一個M投 所以怎麼樣 你每天 基本上你如果看我的節目或我的粉絲頁 你就會知道了 你每天基本上 你只要逢鴨回座多 逢鴨回座多 都是賺了 那你說 老師 那我聽你的座就賺錢了 我為什麼要加入你 或是我為什麼要買你的軟體 很多人會問這個問題 沒有錯 如果你這幾天押回座多就賺錢了 可是 我跟你分析一件事情 當你的看法對的時候 軟體的走勢也會跟你的看法一樣 可是有一天你的看法錯了 軟體會告訴你你錯了 可是我們一般人不知道 人 你自己想的永遠會覺得是對的 可是你錯的時候你會不知道 這就是軟體的好處 軟體會告訴你 你對的時候軟體也會對 因為 你如果看長 軟體也會出現買進訊號 它到最後會跟著你的想法 照著你的想法走 可是你就會誤以為是自己很強 當你開始錯的時候 軟體告訴你錯你還不相信 好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人 你賺很短的時間 可能一個月賺了十萬塊 幾天之後 這十萬塊消失了 所以我說你要掌握到一個真正賺錢的關鍵 長期穩健的獲利 好我們繼續看下去 大盤解到這邊 我是不是跟你講 這個趨勢沿著這一條線 趨勢在走多 趨勢在走多 今天我們看一下今天的盤勢喔 今天最低點出現在九點零七分 最高點出現在十點四四分 好高低差只有八十四點 那今天要怎麼操作 因為今天很多人 哇看到蘋果跌八趴 然後呢 蘋蓋股找盤也很弱 台積電也跌 跌下來呢 是不是你可能會在這邊想要去追空單 在這邊追空單的幾乎應該今天又再見了 直接往上拉 好怎麼操作 這邊是我今天早上的一個連線的盤錢分析 好這邊再解釋一下 很多人說外資進多單這麼多口 它是不是要出貨 是不是一定會到給你 是不是大家都很擔心 外資五萬多口的多單 是不是一定要到給你 我就跟你分析了 外資在三月三十號 它的多單五萬口的時候 指數是在8740 4月13號外資進多單口數 五萬一千口的時候 它的指數在8638 然後呢 4月21號進多單口數 增加到五萬口的時候 它指數在8530 都比之前少了100到200點 然後呢 這邊是已經漲過了 漲一段了 漲一段了 所以怎麼樣 達到獲利滿足點 它才跌的 這一次的情況 是不是跌升了 它準備在這邊足底 連續三根 不破低 準備要反彈 才上漲了70點 那今天如果開低 如果照著外資布局的多單 它只賺了70點 今天如果跌到一個低點 又回到原本要準備上漲的地方 你在這邊做多 是不是相對安全 是不是相對安全 是不是答案又很明白了 所以說回到我們身上 所以你看到現在 就是我對於盤勢的看法 我對於盤勢的看法不見得對 可能很多投資朋友 你現在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因為當我的看法 對的時候 指標同時出現 買進訊號 就代表指標會佐證我的看法 到最後直接漲上來 這叫做基本面分析 配合技術面分析 雙重的保證 你才能夠在市場上 百分之百的賺錢 好 我們繼續看下去 這是早上開盤前 好 這是我們所有操盤 一個抠訊軟體會員 可以得到的一個訊息 好 訊息上面寫什麼 4月15號台積電 跟大力光法說會結束以後 這兩檔股票都是大跌開出 4月15號當天 還有美國銀行 也是他的季報不如預期 好 下跌了18% 減少18% 當天美國銀行是上漲2% 代表最近只要是法說會開完 常常都是利空出境 開低都走高 你要看最近的一個走勢的氛圍 來判斷當天的狀況 所以說你記憶力要好 你要有這些研究 4月15號的情況就是這樣子啊 最後都是開低走高 所以我們先預判 所以我為什麼要跟我們的軟體用戶講 我們可以先有一個 一點心理上有一個準備 好 你先有一個準備 開低走高 所以如果你盤中有看到 做多的訊息的時候 你就去做多 好 這是軟體加上分析 你不要一意孤行 好 你要有軟體加上分析 先判斷它是開低走高 盤中還是要看台積電跟平蓋股 是不是能夠直穩 如果直穩收紅 如果直穩收紅K的機率就會大增 好 這是早上盤前的低通扣訊 也是我昨天晚上研究到12點多的一個結果 是不是早上一開盤 開在8552 投資朋友 我問你一個問題 早上開盤開在8552 你要做多還是做空 你最後的數據看來當然是放空 先跌下來才漲 今天最後的情況是先跌下來再漲 我跟你講怎麼樣來看這個指標 我們指標紅色代表多頭走勢 紅色代表多頭走勢 逢壓回要做多 逢壓回要做多 底下這裡叫做即時 量能的即時解密 它會告訴你 當時大戶在做什麼動作 好 很簡單 你看到這邊有一個綠色的棒子 這邊綠色的棒子就代表 告訴你這個時候大戶它正在賣 當大戶在賣的時候 你這一根棒子 這一根K棒 你就不要去做多 因為大戶 它因為開低 然後又壓低 你怎麼能夠預判 它什麼時候會止跌 你當然不要去動作 因為大戶還在賣 好 這邊大戶還在賣 然後呢 我們再來看 一根一根的演練給你看 下一根K棒又跌了 對不對 所以說就證明一件什麼事情 證明你這裡不應該去做多 好 可是是多頭走勢 我也不去放空 大戶告訴你 這邊大戶在賣 這裡 它又告訴你 大戶賣的更多了 所以說開盤的二十分鐘 還是不要去動作 都不要去動作 在第三十分鐘 這裡 是不是大戶原本賣這麼多 它開始賣壓減少了 然後呢 原本跌下來 慢慢的直穩 往上反彈了 大戶開始不賣了 是不是你這一根K棒 是今天做多最好的一段 因為也跌升了 而且也直穩了 加上盤前你認為 台積電跟大力光法說會都利空不跌 蘋果為什麼利空要跌 最近的慣性就是 只要是利空 它其實壓低是要介入的啊 那是不是要做多 9.09分 台子期回到指標支撐之下 直穩 你做多的一個條件 就是直穩嘛 你沒有直穩 當然你就不用做多了 跌下來直穩了 怎麼樣 市價做多 市價做多 停損架設30點 做任何單子 風險設定好 然後呢 你有把握 市價就直接做 然後呢 停損設好 完全不用任何的擔心 做到今天最低點 9.09分 之後果然往上大漲 好 回到我們身上 所以說我們很多的用戶 很多的會員 他會問我 老師我有時候不敢做怎麼辦 不敢賺錢怎麼辦 我就說 沒關係 你先看 你先看 你今天 哇 老師你今天很準哦 明天你很準哦 後天你很準哦 你看了三天之後 你第四天 我跟你說 這邊做多 你為什麼不敢做 你慢慢練習久了 你從小台開始做 小台今天賺100點 5000塊 不錯 明天再賺100點 又5000塊 不錯 你累積到10000塊了 你開始是不是可以下兩口 你慢慢累積大了 你就知道老師的習性 你就知道這個作單 你就不會再擔心了 我們很多會員就是這樣子 一開始都會擔心 慢慢的 你現在就會發現實際上 長期下來 它是一個穩健獲利 我就說我已經連續對四個禮拜 連續四個禮拜 績效都是正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說 老師你 你有時候會錯啊 因為我們不是神 也不是神棍 我們只是一個正常人 我用大賺小賠的方式在操作 你如果知道 幾乎每個禮拜都會賺 那你有時候虧一兩天 又有什麼關係 你用長期的績效來看 持續的讓大家增加信心 這是我的一個目的 好 然後呢 是不是這裡開始 下一根K棒 轉多了 直接我就會在我的教室上面跟大家講 量能及時解密 顯示大戶空轉多 這叫做空轉多 是不是開始漲 所以說你認為今天會 有一個低點 可是你認為會收紅K 當大戶從這邊空轉多的時候 你這邊是不是一個 很好的布局點位 就算你進在8542 後面也是又漲到8580 還是有賺40點的空間 還是有40點的空間 好 漲上來了 漲上來我的指標出現買進訊號 我也是很公開的跟大家講 我這邊是在做一個軟體的教學 我在做一個軟體的教學 很多人會看的地方不一樣 我如果在講這邊 很多人會看 這邊出現買進訊號 然後呢 居然買在今天的最高點 它叫做8579 對不對 很多人會覺得 老師你這一根如果不小心 買在8579 是不是會造成會員的損失 或是造成軟體用戶的損失 我就跟你講我會教你 我們這套是叫做超盤軟體 它不叫做自動下單軟體 如果是自動下單 為什麼自動下單會勝率這麼低 因為它有時候從低點到高點已經漲了80點 它叫你去追多單 這就是不合邏輯的事情 我們這叫做超盤軟體 我們是要培養一個專業的超盤手用的 指標在高點轉多 這種當日已經上漲超過50點才有買訊的 我建議可以選擇不要去跟等下一個訊號 因為我們在這邊已經運用我們當天的量價的指標 已經在低點做多了 漲上來是要出多單的 而不是在這裡去做多 這邊我都會講 我都會講 所以怎麼樣 我們的多單 掛8587 上下三點平常 這邊呼應一下剛剛四分講的最近盤很黏 我跟你講最近你要怎麼操作 你要去算最低點 然後呢 我當時就算了嘛 最低點到最高點可能預估有一百點 預估有一百點我先把它打個八折 所以我掛8587出 後來呢 看到沒有上漲我直接試駕去出 試駕獲利平常 所以說今天最低點做到最高點 是不是幾乎把今天最大的一個波幅 上漲的波幅給賺到了 好這就是今天的一個操作 所以我們看一下今天的一個指標 軟體跟指標的操作 今天在這裡 好這裡叫做大戶的空轉多 大戶的空轉多 好在這裡做多上來 出在最高點 因為最近的盤很黏 所以說你要怎麼操作 如果這邊是最低點 你就從最低點算一下 可能今天波幅80點 你就把你的價格定在 最低點加80點這裡來出場 都有教你 所以我電視上節目我也都無私的分享 我跟你講我的操作理念以及操作方式 你如果能夠學一點 試一點 如果你沒有辦法立刻的吸收 我的操盤軟體教室上面都會教 都會教而且都有教 昨天咧 昨天是不是這邊有兩根大戶在買 所以說這邊直接標 直接標了不知道多少點 五六十點 然後呢 這邊叫做大戶多轉空 所以說這邊直接又往下殺 殺回九十點 所以很明顯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量能及時解密 是不是有幫助 有人在買多單你就續爆 爆到最高點大戶多轉空 多單出掉反手放空 今天呢跟昨天是相反 今天是大戶空轉多 在這裡 試駕做多 爆上來出掉 好 兩個時間點不一樣 可是它兩個相反 好 兩個相反 多也能轉空也能轉 好就是量能解密 好 所以說今天的盤式是這樣 所有的call訊 今天的call訊只有四通 先預判開地走高 盤中看台積電平蓋骨是不是能直穩 所以說我們也不可能在早上八點四十五分就去追 追多單 等直穩的時候 九點零九去做多 然後呢十點零九試駕出 今天正六十點 好今天正六十點 好昨天的部分我們等會下階段再來講 好所以我再跟大家講一下 好直接看我們的電視上好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的有心在做期貨的 我們看一下大電視 如果你真的有心在做期貨的 我真的建議你要有一套好的軟體 好你一定要有好的軟體 我們的軟體上面有汪老師線上教室 我直接在線上跟你講怎麼操作 有訊號你會懷疑嗎 你會懷疑這個訊號到底要不要進場 你可以問我我就跟你講 漲多了你不要進 好跌升了出現 所以我說做多我們的指標一定是跟你講跌升了才做多 漲起來的指標你可以選擇不要做 好我會跟你講這一個 這一個單子到底你要參考還是不要參考 每天提供盤式分析 這是都是你其他軟體沒有辦法得到的 然後呢你有問題發問我即刻雙向溝通 好這是我能夠給你的一個承諾 所以我希望今天一哥軟體你帶回去 好一哥軟體你帶回去 線上教學免費送你 好線上教學免費送你 加上什麼 汪老師跟全國的超盤一哥夥伴陪你看盤 好時間關係廣告期間注意中場的資訊 我們先把時間還給4分 好這在今天行的部分來掌握到整個高低價差 當然後續來說呢 更多的分析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追求財富自由複製成功方法 擴大您的財富版圖 每個人都是投資理財的最佳導演 02-2506-8911 02-2506-8911 咖啡是旅人 在赤道出生 逐經巴西的桑托斯港 來到您的手中 歷經幾千道程序和職員們的熱情 淬煉成一杯咖啡 咖啡不單是一體 咖啡就是人 Coffee Lovers Planet UCC咖啡冠軍周 期待您的蒞臨 追求財富自由複製成功方法 擴大您的財富版圖 每個人都是投資理財的最佳導演 02-2506-8911 02-2506-8911 選擇信用卡 信用貸款 春娇懂得用money101.com.tw幫他做比較 只是當年選老公就 免費比較信用卡 立即上money101.com.tw 多比較 錯不了 冬圓雲端便品空調 台灣品牌銷售No.1 超環保 超省電 買冬圓 四月底前好禮四選一 TECO 母親愛啟花山茶花 鑽石表 我阿嬤都打得比好 我叫你阿嬤來啊 餓了嗎 來跟Sneakers吧 好點了嗎 嗯 有拋餓了 餓了 來跟Sneakers 去你的餓 挺你的英雄 4月27 漫威影業 美國隊長3 英雄內戰 你挺哪一方 上網選陣營 多項大獎等你拿 追求財富自由 複製成功方法 擴大您的財富版圖 每個人都是投資理財的最佳導演 02 2506 8911 02 2506 8911 歡迎回來這個階段來說 幫大家探討一下 在個股部分要怎麼操作呢 尤其在指數部分 今天是小跌 可是很多股票很奇怪 都是表現一日行情 像是太陽能 像是生計股的部分 昨天都彈上來了 結果今天又再打回原型 到底這股票該怎麼掌握呢 海花老師 我們要問一下 尤其是這個浩鼎 大家說浩鼎前兩個交易拉上來囉 結果今天怎麼又壓下去了 又留了一個長長的上影線 這該怎麼辦 好 沒有問題 我想說很多人在討論浩鼎案 浩鼎很多人會覺得 他是一個人為炒作的一個標的 對 那我們指標 你會覺得那人為炒作的話 指標應該是沒有辦法看他喔 對不對 照理講是這樣嘛 忽上忽下殺 然後呢 怎麼操作 大家會不會想要看一下 如果 我覺得你人為操作也是逃不過人性 我們的指標用人性寫出來的 我們看一下 浩鼎這檔股票 我們的指標怎麼操作 這裡低檔乖離 最低點低檔乖離 然後呢 在309塊這裡 出現買進訊號 然後呢 368塊這裡 出現加碼訊號 一路上上漲 然後呢 跟你講這邊 是不是人性 告訴你這邊高檔乖離了 閃電訊號就叫你高檔乖離 你基本上從309買 漲到755 這邊跟你講高檔乖離了 跌下來 最低點 跟你講在買進 是不是又漲到700 好 這邊如果你沒出當然 那就是跌停 這邊轉空 跟你講浩鼎你也不用再買了 因為它已經轉空了 基本上從309漲到755 已經漲了450塊了 已經漲了450塊了 你這邊在買進 當然你這邊所跌停 這邊會虧 這邊可能虧100塊 加起來你還賺了300元 就是浩鼎這檔股票 你看起來好像 人為炒作 指標應該不能操作 實際上它還是告訴你 它還是走一個這種盤勢 好 時間關係 最後還是一樣 這兩天大賺200多點 一哥軟體帶回去 線上教學免費 汪老師跟全國操盤一哥夥伴 陪你看盤 我們明天見 好 感謝收看 我們再會